1975年8月,连续几天的倾盆大雨,致使张庄西边的小河水未暴涨,冲垮了数百年的一座石桥。 当时还在生产队的海庆河上和一些村民一起带着绳索钢签前去抢险, 可是几十个人拼尽了气力,干了一上午,也没有把石桥修好, 因为有一块千余金的石条被冲到了离桥基五米多远的淤泥中。 大家都说如果这块石条挪不过来,这座桥就永远毁了。 正当人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海庆河上慢吞吞地说道, 快晌午了,让我再试试吧,不会让咱这里的人们因为没巧走而作难。 只见他喃喃自语了一阵子,其实大家知道他是在念阿弥陀佛, 但那时政策不允许,不能出声念佛。 然后用一根钢签和两根顽口粗的木棍, 硬是让石条从淤泥中连翻了几个跟头,靠在了桥墩旁。 大家都惊呆了,有人问海庆河上,他笑着说, 那全都是阿弥陀佛加持。 那时候的公路还是土路,一下雨,路面就被压坏, 所以经常能看到海庆河上拿着铁锹去修路。 他不喜欢说一句闲话,更不会给自己表功。 干活回来晚了,就吃点凉饭, 有时候连凉饭都没有了,就啃点凉馒头。 当时的乡政府领导都被他感动了, 开会时,号召全乡党员干部 都要向莱佛寺的海庆师傅学习。 海庆河上在生活极端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 经常扶危即困。 他在大陆旁为过往行人失周舍查, 他自己缺吃少喝的, 却经常是饿着肚子把吃喝送给别人。 这些事情在当地老年人当中是人尽皆知的。 那时海庆河上吃饭用的是茅草编成的草碗, 他自己开垦了一片荒地, 种上一些红薯和小高粱。 很多人都还记得, 他经常把自己蒸好的红薯, 或者拌了野菜的高粱粥, 用茅草碗端给过路人吃。 莱佛寺刚重建的时候, 仅有东屋三间小茅草房, 一口小铁锅。 做饭靠烧茅草根, 生活很难维持。 但海庆法师还是一直坚持烧开水, 然后在瓦盆里泡上柳树叶, 供行人饮用。 老护法党居士, 在多年后曾问起海庆老和尚, 这种苦日子您是咋熬过来的呀? 海庆老和尚说, 这全都是靠阿弥陀佛呀。 他老人家的厚德善行, 无形当中深深影响了这一方的百姓。 每逢初一、十五, 人们都会去拜一拜海庆和尚的肉身。 谁家遇到了难题, 也会去求这位肉身菩萨。 和海贤老和尚一样, 海庆老和尚也是不离佛法而行试法, 不费试法而正佛法。 看看他注释时的这些言行, 那叫真修行。 修行不是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 念多少不经, 不是的。 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和菩萨相应。 海庆和尚也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除这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他是标准的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他往生后, 留下不坏肉身, 全身舍利。 这也是给我们做了证明。 一句佛号能办大事, 圆满的大事, 究竟的大事。 不需要经典, 这一句佛号, 就办完了。 就办完了。